大家好,各位網友,又是我們望向快寶 今天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都是那句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KL的馬來勁 大家好 還有來自新西蘭的社長,黃帥文 大家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請各位網友 為我們三個臺,浪冷氣、望向正向 訂閱、分享和點讚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節目的一隻小鈴鐺 訂閱是免費的 望向正向、浪冷氣三條隊一起走 我沒有家產那麼聰明,所以請大家訂閱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家產的兜的能力 我想家產應該炒慣乾炒牛河 哈哈哈哈 死死,好像有另一種意思 是否乾炒牛河 不是,家產可能會炒食,所以就很會兜 好了,今天我們就講 大家都知道,現在就 現在就 這個19病毒,試藥全世界 要打走這個病毒,其實 最自然的方法就是找疫苗 現在根據WHO的數據 全世界就有70多種疫苗在研發當中 有三種已經進入了臨床階段 三種的,其實呢 Raymond Wong 也說過 中國居然是最不好的居然 因為中國都用了很多材料物理 就是領先的 由康熙樂生物股份公司 和北京的軍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一起開發 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 另外兩間都是另外一個大國 他們還未進入第二階段 還有那間康熙生物股份公司 三月已經講過了 其實我們都講過一下 但是當時就不敢確定 其實已經獲得這個 中國監管部門的批准 可以開始疫苗的臨床實驗 另外一間老美的公司 不是說粗口 也很快進入這個臨床實驗 所以根據WHO的文件顯示 這間老美的公司 其實都已經有一大進步 但是跟中國還有一點差距 其實跟WHO說 疫苗當然我們都講過 是最有效的控制19病毒的方法 其實世界上已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 都在研發中 那 就是 unfortunately 我們都講過 其實應該是到明年才可以正式上市 因為其實 有些人就說 哎呀疫苗 就可以了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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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研究 其實是十年到十五年才是有一種 叫做穩定的疫苗出現的 是吧 譚德塞先生 不是譚德志 那二月都講過 新冠病毒 有望 就在十八個月之內 有疫苗 其實都 吻合剛才的事情 因為他是二月講 明年 年初 都是差不多 十八個月 其實譚德塞先生 四月六號都講過 世衛組織有望 在今個星期 宣布一項 一項加速新冠病毒疫苗 研發和生產的大型方案 其實 這次真的一次大的合作 來自一百三十位科學家 當然來自不同國家 贊助者和製造商簽了一份聲明 承諾與世衛合作 加速新冠疫苗的研發 其實我們都講 其實英國人很無實 因為他知道 給一些 資助世衛 就等於幫助自己 是啊 因為其實 深刻來講 英國人都承認了這個 是不是叫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的 都算是 其實英國人是非常無實的 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寧願跟 人人都有生意做有好處 這個就是我認識的英國人 還有現在 有些跟內地 跟外國不同的大學 都開始取消合作 那 英國是還有大學 跟內地是還有合作的 不是全部沒有了 澳洲有很多沒有了 美國有很多沒有了 我記得加拿大也有一部分沒有了 但是新西蘭呢 現在就簽了一些新的合作 就是最近一兩年簽的 就是我覺得 你要看一下就是 英國人那個實際的做法 一定是無實的 就是不是 我覺得啦 不是那些人說到說 他們 是一定要 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 對他們來說 其實真正 他們免一套就是 就是民主自由 當然他們說的 但是實際上 他們的普世價值 是 不好意思 是錢 是賺錢 因為其實 你講 不好意思 其實 英國人 一向有它崛起的年代 都是重商主義的 是吧 大家要看一下 阿當斯密的著作 是吧 其實 他們就是一個國家 就是很無實地賺錢的國家 做這麼多殖民地 都是為了不平等的貿易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其實我有講一下我們澳洲的情況 其實澳洲的 其實澳洲已經有 就已經科學家和全球五十所大學 就已經是一起研發這個疫苗 坤士蘭大學 我也講過了 正在研究 測試一種 叫做特效約 其實已經是進入了 實質的測試階段 測試階段 差點講了淡仔的語音 測試階段 預計 該系統就在下個月進行運行 就是其實它 整個系統就設定好了 下個月就正式開始 叫做 下個月就正式測試了 剛才是設定的系統 那 其實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它就說 疫苗其實都屬於是 世界很前延的科技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還有 這麼說 他們已經是 他們團隊已經嘗試了幾百種配方 才可以找到一種叫做 爆刺特效藥 但其實都是不容易的 如果成功了 應該是全世界首個 有特效疫苗的地方 其實我都說過 其實有些人都說 坤士南很多農村佬 其實 或者覺得澳洲 是不是一個這麼發達的地方 科學不是很發達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的生物學和藥學 其實世界都是走在尖竿的 尤其是藥學 藥學是很厲害的 澳洲有厲害的地方 因為始終都是 怎麼說呢 雖然只是一個鄉下地方 人家認為 但是都是一個 Anglo Section的 就是在南太平洋的 發達地區 一個outpost 一個outpost 其實就是 還有他們是 因為毒蛇很多 所以他們做血清那些 是很厲害的 因為如果他們沒有做血清這些經驗 或者技術 還有那些藥學不是那麼先進的話 每年澳洲都要死很多人 因為澳洲的毒蛇很厲害 是 是 全世界有十種最毒的 這裡的白狀 嚇壞 嚇壞 是 也不是很嚇壞的 其實 對於我們 我小弟 見慣見叔 其實我車上也有這些 我們講一下 其實那些疫苗在人體 是怎麼起作用 第一個就是 就是讓病毒生長後再殺了它 就是等它有之後再殺 第二種方法就是 在病毒中提取醇化的蛋白質 然後再將它和助劑混合 之後再製成疫苗 第三個就是 將病毒蛋白的基因 注入另一種無害的病毒 再看之後再將它變成疫苗 那這種疫苗就可以催生人體 產生免疫反應蛋白 但是很不幸地 目前沒有一項是成功的 是啊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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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麼容易 是啊 而且疫苗可以在免疫系統中 發揮作用殺死部分 或者全部的病毒 其實 其實 這個 剛剛總理都說了 其實 疫苗面世 令它穩定一種成熟的疫苗 一般都是10到15年 就算你加到幾快 就像譚德塞先生剛才說 就算幾快幾快 就是全世界通力合作 都需要18到19個月 就是最好的 就是 Best Case 就是 就是最好的情況之下 應該這麼說 是啊 是 那 其實 其實 我們都想回答一下 就是 這個世界 就是現在 叫做 全球 全球化之下 是 就是沒有人事的孤獨 是吧 就是 川普先生說 哎 我不 我不給 我不給你 WHO 你就 死硬 那其實 如果 這個 WHO 是個國際組織 其實它 叫做 牽頭到很多 不同國家的科學家 那 如果 有一個這樣的組織牽頭 是否會容易一些呢 當然 川普先生都是政治操作 我想 是吧 因為它說到 又不知道了 什麼什麼 那其實呢 有些動之期出來 好像說 它可以的 但是 但是 你用的 資源或者錢 是大大增加的 你要想一下 其實如果 這麼多個國家 你可以說 你多數 你多數的費用你出 但是 不是全部科學家 來自你美國 是吧 瑞斯 澳洲 加拿大這些國家 其實都會出人 這種情況下 其實 會不會有一個 已經一直存在的組織 去組織 去組織會更加好呢 其實我覺得是 所以其實我也說 其實 英國人 沒有實施 他說 給多幾億英鎊給你 其實幾億英鎊 真的不是什麼錢 真心地說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對於我來說 當然很多 其實給幾億英鎊給你的話 可以促進整個事情 或者整個疫苗的大大發展 其實是何樂而不為呢 全人類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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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類就是 命運共同體 其實 好像川普先生這樣說 其實 他經常說 退邊退邊 老實說 他也是說的 這個世界 就是大家 集合在一起 是吧 就是 叫做什麼 就是 叫做 融入得這麼 這麼入 的時候 你說這些都是廢話 是吧 就是 好像你打 貿易戰 那些人 就說 美國一點都沒有傷 都不是事實來的 大家都看到 不是一點都沒有傷 是吧 哈哈 他們現在 就是 其實有一部分 是承受著 煽動 這個 起碼就是 仇中情緒 那種惡果 我認為 某程度上 那當然 你說美國減不了一點 不要小看美國 就是 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美國 就是他那個 幾百年的 就是沒有幾百年 但是二百年 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 極力的科技 科學技術的累積 那個金融的實力 再加上他的軍事實力 現在不是輕然 戰爭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你說 那些幕台經常說 摧毀戰爭 就是怎麼說呢 每天有機會我們再解釋 就是 如果中國和美國 真的打起來 我當然希望中國會贏 那 但是 現在我們最希望的 當然是和平 一般正常人 是不是 是啊 沒有什麼正常人想打仗的 就是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當然了 你說 應該怎麼準備呢 一般人 一般人 沒有什麼可以準備的 國家會幫你準備 那國家會自己 養這麼多軍隊 他會避戰 那他避戰 不是一定要打的 最重要就是 被人看到 打中國 要付出極大的成本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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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打完都沒有好處的 那就可以了 其實跟貿易戰差不多 我們不怕打仗 我們不怕打仗 我們熱愛和平 但是我們不怕打仗 一定是這樣說的 能戰才能和 經常說這句 是 絕對 剛才我說的那家美國公司 其實他也是要和中方合作的 因為 因為中國初初這個19病毒的時候 其實染病的人比較多 所以他的數據是比較足的 其實就代表你做實驗 如果你是做實驗的話 你肯定找一個 sampling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那些叫什麼 sampling中文應該叫 取樣 取樣 可以取樣比較大的地方 是 沒錯 而且 我這樣說 現在就算 這兩家公司 其實都不是美國官方的 剛才我說的兩家公司 都是私企來的 其實我想說一句 其實川普先生就說 美國政府有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幫中國 沒有 全部都是民間的 都是民間 其實民間沒有停的 大家要明白就是民間沒有停的 那些人雖然說到就說 差不多要打起來 但是其實民間大家都知道 募實的人是絕對比那些亂說的人多很多的 是 不要被網上的情緒大偏了 因為網上有很多人是不斷說到 就是要打仗了 一定要打到打得厲害 中共會滅亡 最喜歡就是這樣 要是說 爭霸 是 要是說美國正式走向衰退 其實我這樣看 衰敗 他不是說衰退 衰敗 衰退會 經濟衰退一定會的 我跟大家說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恢復一般營商的行為 他們很快就會又上回去 並不是那些人看得那麼簡單 尤其是兩百多年累積的實力 還有相對來說 超醫就可以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每個國家 你自己計算 他們每個國民分到的天然資源 都是非常之豐厚的 如果每個國家每個人 你計算的人數分到的天然資源這麼豐厚 那個地方是很難會出很大的亂子 這個就是所謂大英帝國 就是他們自己的五個國家 他們實際真正的優勢 就是他們每個國民佔的天然資源都是很多的 是 澳洲新西蘭都很厲害 澳洲更加是 還有我剛才說 其實現在民間 前期的研發工作中 其實中方主要是負責 藥效學和安全評估工作 那美方其實就是負責藥學方面 但是其實他們一直都是中美不思爭霸 在共享相關的數據庫 都是說那句人類就是命運共同體 你這些一起分享那些 我們叫Data Data 如果你們一起分享這些數據的話 其實對整件事情是有幫助的 是吧 即如果你走向一極 或者變成一個孤立的個體的時候 可能就好像正常科學家這樣說 10到15年才行 是吧 是啊 但是要說回一件事 就是科學家和搞技術的人 他們很討厭一件事 就是泛政治化 或者高度政治化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認識絕大部分 真是務實做工程 或者做科技的人 科學技術的人 他們對泛政治化是非常之厭狐的 高度政治化是非常之厭狐的 沒有可能 是怎麼說呢 將人類的性命 放在意識形態之上 就是這樣東西是很不合理的 就算那時候美國總統胡佛 他卸任了之後 他將很多美國的糧食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給了蘇聯 蘇聯的小朋友 沒有罪的 就是人是沒有罪的 你一定要 一條人命始終都是經貴過 就是我自己覺得 經貴過你所有講的政治 理想的意識形態 但是你不可以將意識形態放在人命之上 意識形態經濟什麼放在人命之上 這些是不道德的 現在美國有些經濟學家 最主要就是美國那個 特朗普先生的貿易顧問 他就說不要停擺這麼久 停擺這麼久 經濟會很嚴重的 寧願死一些人 這樣 這次我們會分開講的 不過 一聽到這些 我是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瘋到這樣 好 好 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我們再去分析 剛才Raman Wong說的 其實都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